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我在非洲有帮布吉纳法索作,24日,宣布与台湾断交,台北市长柯文哲作在市政总之群后脱口,布吉纳法索在哪? 对此,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逆参选人游书会批评,布吉纳法索的首都是台北市的姊妹市,柯文哲竟然会不知道布吉纳法索在哪? 状况外的首都市长实在丢脸曾任好龙兵台北市政幕僚的游书会表示,柯文哲身为台北市长,却不知道布吉纳法索在哪,他可知道布吉纳法索的首都瓦加杜谷,是台北市的姊妹市。 一般民众可以不知道,但台北市长柯文哲不能,游书会指出,现在两国断交,市府应该要积极处理姐妹市是否会被解除的相关事宜,但是柯文哲却连布吉纳法索在哪里都不知道,北市府发言人刘逸婷竟然也说,这跟市政没有关系。 由书会批评,看来跟市政没关系的是你吧。 不及格的市长,不及格的幕僚,苹果日报报道,台北市国际事务委员会表示,布吉纳法索首都瓦加杜谷是在2018年与台北市地结成姊妹市,虽然现在两国没有邦交关系,但姊妹市的关系不受到影响。